升级卵静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星期的升级卵静 我是星子银行的周国威的 看港股今个星期表现还是偏弱势为主 主要受到科技股的拖累 虽然大市破底 科技股以外的板块仍然有不少股份做好 例如汇控 汇控的股价在今个星期初 都收到在60元流上 即使你看到星期四大市跌到17,400 汇控要跌2% 但仍然收到60元的心理关口 资金亦在近60元 开始流行好仓 我们有汇丰的Colin19258 在星期四 见到资金比较积极去捞底部署 看看汇丰自己本身 在之后个星期一就会公布 预期公布季度业绩 另外美国的长债息近日抽升 升到近年的高位 长债息升 亦有利一些银行股的息差表现 所以投资者 见到有机会双重利好汇丰 再加上业绩公布这个憧憬之限 可以跟进资金流入的一只Colin19258 这只19258的汇丰Colin 明年三月先到期 亦都适合中线提升的部署 而达到的实际杠杆亦都相当之高 让价位大家参考 以汇丰大概是60.8 这个收市价辅现的位置来计 19258的价价大概是6,200 假设去之前高位 63.7附近 一个星期的时间值选号 和假设引申波幅不变 潜在价格有机会升到 111 对应的理论升幅 有接近八成 另一只比较强细的股份 就是中芯国际981 主要受惠 早几天 拜登宣布加强 芯片出口限制的情况之下 亦都刺激 芯片国产化的概念 再度落祸 见到981中芯国际 不单只可以逆市 靠稳 亦都站到近日的横行区顶部 21元附近 亦是走强的 如果后市可以突破21元 这个横行区阻力的话 有机会 看看会不会升势 会加快 如果看好的 可以留意一只 19806的中芯国际 19806的中芯国际 在明年2024年的3月到期 同样都适合中短线的部署 让价位大家参考 2981中芯 20.7这个价位来计 对应19806的 价价大概1日1,500 如果短线一个星期的时间值选号 假设人生波幅不变 正股有机会去回23元 这个对上一次反弹的高位 19806的对应价格 有机会去到1号7,800 潜在升幅也超过五成 在暂时情况之下 看看这两只逆市比较强细的股份 会不会帮大家部署 接着 ioni患者 接着 接着 我们来 Roland 做好 见闹 里面 在 就 到